请听唐达天的长篇小说《一把手》由方博演播 苏玉伟感觉时间过得悲快 忙忙碌碌中一天不知不觉过去了 当然 一到灯火阑珊的时候 一到夜幕降临的时候 就是自己换了另外一幅装束 以及状态生活的时候 她想起了夜瑶 想起了夜瑶圆圆的屁股 恶魔的身材 这样想着 就随口说 夜小姐不愧是模特出身的 气质就是好啊 夜瑶就笑了说 谢谢市长的夸奖 反正当女人 要比你们当男人占便宜 无论怎样 都能得到夸奖 漂亮的叫美女 不漂亮的叫有气质 有才气的叫才女 没才气的也不要紧 叫淑女 瘦了叫苗条 胖了叫丰满 高的叫亭亭玉立 矮的叫小小玲珑 脾气好的叫温柔 脾气不好的叫泼辣 爱傻笑那叫青春 绷着脸那叫冷艳 活泼的叫顾盼身辉 矜持的叫稳重大方 苏伊伟一听就哈哈大笑着说 哈哈哈哈 说得好说得好啊 精彩 十分精彩啊 但是有一点我必须声明啊 我说你气质好 并不是说你不漂亮啊 叶耀说了 有了市长的肯定 我自信多了 不过 这精彩 不是我的独创 是网上看到的 好像还有好多夸我们女人的嘞 我就不说了 足以为说 说说啊 我听听是怎么夸的 叶瑶就扬起眉梢 响了一下 说 那我接着说 化妆叫妩媚动人 不化妆则是清水芙蓉 穿的整齐叫庄重华美 穿的随意则叫潇洒自如 年轻叫青春靓丽 年长则叫成熟动人 追的人多叫众星捧月 没人敢追叫傲雪寒霜 挣钱的叫追求独立 不挣钱的叫牺牲为家 多生孩子叫做母亲伟大 不生孩子叫响应国家计划 天天在家不出门的 那叫贤惠 天天出去不回来的 那叫女权 从不离婚的叫感情专一 经常离婚的叫追求幸福 唠唠叨叨的叫寻寻善幼 别人损妻鸭叫野蛮女友 偏要和男人一样 那叫不让须眉 偏要男人让着 那叫女士优先 长得像女人 那叫有女人味 长得不像女人 更没关系了 那叫超女 叶瑶说完 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 说这话 说得太精彩了 是什么人没事了 编得这么精彩 赵书离说 现在网上 手机短信中的精彩笑话 幽默故事多得很 上次 我看到这样一则手机短信 说 某女士在公园里游玩 感觉累了 就仰卧在一张长椅上 休息一下 刚躺下 一乞丐过来要飞离他 女士大怒 乞丐也不乐意 哎 你竟然不愿意 躺在我床上干嘛呀 大家听了 轰然大笑了起来 苏伊伟说 哈哈哈哈 好段子啊 好久没有这么轻松过了 说还有精彩吧 想出来听听啊 方静才说 哎 叶瑶记下得多 叶瑶讲一个吧 蔡国才说 叶小姐要讲 就讲个带点词呢 苏伊伟说 哎 别拿回小叶啊 随便讲吧 只要幽默就行 叶瑶就笑着说 还是市长宽容人 那好 为了大家高兴 我就讲一个 稍微带点彩的 嗯 啊 有一个美女 决定花重金瘦身 她花十几万元瘦身之后 觉得非常满意 回家路上 她在报摊 买了份报纸 找钱的时候 她问老板 不好意思 你猜我几岁 老板说 二十六岁 她好高兴地说 啊 我三十七岁了 接着 她去吃买当劳 买单的时候 又问柜台的小姐 哎 你看我多大了 小姐说 我才二十九 她又高兴地说 不是 三十七岁了 她去街角的统一超市 买包口香糖 忍不住 又问那里的柜台小姐 小姐说 嗯 我才二十七岁 她好不得意地说 三十七岁 谢谢 等着打滴的时候 她又问旁边的老头 老头说 我七十八岁了 眼睛不好 看不出来 不过 有种方法 可以确定 如果你让我把手 伸进你的胸罩里 我绝对可以知道 你的年纪 半闪无声 空旷的大街上 她终于忍不住好奇 好吧 你试试看 老头把手伸入她的衬衫 又伸进她的胸罩 开始缓慢 而仔细地摸索 几分钟以后 她说 好了 你猜我几岁 老头说 不 再等一会儿 老头又继续摸了一会儿 美女说 回答吧 老头又捏了最后一把 把手拿出来说 女士 你三十七岁 美女大吃一惊 惊讶地问 哎呀 好厉害 你怎么知道的 老头说 说了 你保证不生气 美女说 不生气 老头的回答 让美女晕倒 老头说 在麦当劳 我排在你后面 叶瑶讲得灰声灰色 讲的过程中 她一点不笑 一讲完 全桌的人都忍不住 开怀大笑了起来 赵手里一说 这个包袱 抖得好 出人意料 苏伊伟说 最佩服的还是这老头 他可真是个人精 且不说他藏得多深 已经七十八岁了 还那么热爱生活 值得我们学习啊 大家又是一阵开怀大笑 叶瑶笑着说 天了 我们堂堂的大市长 要是学成他那样 真是吓死人了 苏伊伟说 我还不知道 我能不能活到七十八岁 要是活到了 还不知 有没有他那样的心境 有了他那样的心境 还不知 有没有他那样的智慧和勇气 所以 还要向他学习了 叶瑶说 你一定能活到七十八岁 还比他活得 有智慧 有勇气 苏伊伟笑着说 要超过他 可不容易啊 他七十八岁 都能骗个三十七岁的嬷嬷 我到了七十八岁 能骗个四十七岁的 都不错了 大家听了 都笑了起来 尤其是叶瑶 哈哈哈哈地笑着说 我们的市长真可爱 不至于吧 正说笑间 菜就一道一道地上来了 服务员也早为大家 真好了酒 房进财 就端起杯子说 今天能与苏市长一块 共进晚餐 不胜荣幸 来 为了感谢苏市长的光临 大家 干一杯 大家举杯相碰 都干了 唯独叶瑶没有干 赵首里 就抓住不放 说 叶小姐 干了干了 啊 与苏市长喝酒 第一杯你得干了 叶瑶说 好好好 我干 我干了 本来我不吃点东西 是不敢喝酒的 喝了容易醉 但是 能与苏市长一起就餐 醉了也高兴 说着一仰头 就潇洒的喝完了 苏伊伟 不免有点感动 也有点怜香心意 就给叶瑶 加了一块子菜 放到他面前的小爹中说 来 赶快吃点菜 啊 在那边 叶瑶就嗡嗡着 别了点头说 谢谢市长 苏伊伟 听着那 恩恩的声音就响 好女人就是好啊 不仅长得好 看起来秀色可参 就是从他嘴里 发出来的声音 也很好听啊 菜很合口 人很投机 却有美女相陪 边吃边聊 甚为愉快 等菜上齐了 已久过三巡 大家让苏伊伟先过关 苏伊伟 正在兴头上 就从右边 方进才那里开始过 苏伊伟的拳 猜得好 别看 是深指着报数字 这 听有声音的文字 读有色彩的语言 体验有声有色的阅读 尽在心结 听书吧 里面的学问也不浅 关键是要脑子反应过人 会算对方 还会抓人 他连过了三人 只赢没输 到叶瑶那里 他问 怎么了 要大拳还是小拳 大拳就是猜拳 小拳就是大压小 叶瑶说 我们干脆玩游戏 苏伊伟说 哦 怎么玩啊 叶瑶说 你 我 英雄 怕老婆 大家都说 好 就来你我英雄怕老婆 苏伊伟当然觉得 这种游戏 还是敲杠子 就是变相的杠子 老虎鸡 苏伊伟今天真的很高兴 也放得开 几圈转下来 四个人喝了四瓶酒 都有点大 方进财说 苏市长 我在楼上订了房 要不我们上去玩这麻将 怎么样 苏伊伟说 啊 啊 什么都行 啊 听你们的安排 叶瑶说 那我们就上楼吧 苏伊伟站起来 脚下有点不太稳 叶瑶就忙上去 扶着了他 苏伊伟的一只手 就不知不觉地搭在了叶瑶的肩上 在半醉半醒里 看了他一眼说 你都差不多 苏伊伟啊 与我一样高了 啊 你多高 叶瑶说 一米七五 说着 就故意 与苏伊伟 贴着身子 比了一下 说 没有市长高 苏伊伟明显地感到 他的嘴 都快要贴到 他的嘴上 是一样的高 他却说 没有我高 哼 便觉这女人 真是聪明 大家上个楼来 感觉房子不错 有睡觉的床 也有打麻将的厅 很是舒适 苏伊伟 因刚才与叶瑶 有了身体的些许接触 下面 早就有了反应 上去后 积极上卫生间 带他出来后 房间里只剩叶瑶一人 独独地坐在一旁 等着他 苏伊伟说 啊 他们啊 叶瑶就站起身来 红了脸说 啊 赵主任嚷嚷着 让方老板 请他们去洗个桑拿 他们三人先走了 苏伊伟说 啊 那你怎么不去啊 叶瑶说 市长玩笑了 那地方是你们男人的天下 不是我去的地方 再说了 我走了 谁来陪市长呢 苏伊伟就笑了 说 啊 你是留下来陪我的 叶瑶说 如果市长不高兴 我可以打电话 叫他们回来 陪市长一起搓麻 苏伊伟说 啊 没关系 让他们洗去 叶瑶说 那我听市长的 苏伊伟说 是不是 我说几下 就几下 叶瑶就笑了起来 笑完说 你坏 苏伊伟说 啊 我哪里坏啊 叶瑶用目光勾着他说 你就坏 让人见了一面 还想见 苏伊伟说 刚才 你与我比个子的时候 我们明明一样搞 你为什么说 与我低啊 叶瑶说 那就再比一次 说着 便过来 抱住了苏伊伟 苏伊伟说 你说我坏 那我就彻底的坏一坏 说着 一把搂紧了 叶瑶的小腰 两个人 就紧紧的贴在了一起 叶瑶 两片红润的嘴唇 随即如花瓣一样 轻轻一起 一下 咬着了 苏伊伟的双唇 第二天 当苏伊伟 又一次想起 他与叶瑶的一夜风流时 仍然感到 动人心魄 如梦似幻 不同女人 就像不同的岛屿 每一座岛屿 貌似相同 里面的风光 实则各异 给人带来的新鲜与刺激 也决然不同 这就好比 东金锦和叶瑶 她们都是非常出色的漂亮女人 但是 她们之间却各不相同 钟金锦 是那种 充满了古典美的女人 她能用 如水般的温柔 把男人画了 画成一堂泥 让你 不知不觉的 融入其中 而叶瑶 却是一位 现代摩登女郎 性感 火辣 甚至 还有一点野性的 生梦 她能把你所有的激情和能量 统统调动出来 让你感到前所未有的刺激 很显然 钟金锦与叶瑶 又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 她们的不同 不仅仅表现在性格上 更多的表现在目的和动机上 她知道 钟金锦最初 只是怀着一颗感激的心 来打谢 而最初的她 也并不在乎 她是不是喜欢她 爱她 她只是需要 占有她的身体 就在这种 答谢 和占有 过程中 她才从这个小女人的身上 看到了她 由最初的答谢 已经发展到了一种 心理的需要 和情感的依赖 而这种需要 与依赖 正是她内心深处 极需要的 又在理智上 极力排斥的 就在这种 内心矛盾的 激烈冲突中 人性需求 慢慢消解了 理智的规定 她在不知不觉中 接受了她的爱 尤其 每每想起她的时候 总有一种 割舍不了的牵挂 隐隐地 扯着她的心 并 一点一点地 转化成了对她的关怀 哈哈 叶瑶嘛 则完全不同 她的大胆主动 她的狂热挑动 很明显地带有目的性 而她的目的 很显然地 又与她所从事的行业有关 或者说是与方进财的方地产开发公司有关 无非就是从她的手里要点工程 仅次而已 她已经想好了 西川的工程项目多的是 反正得有人来承建 给张三是给 给叶瑶也是给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何况 他们本来就是一家成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给了 也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 长篇小说一把手 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